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往前滑 两个人就在前面上拖地 是不是这个 不是吧 好像还不是 是吧 对 好 不管了 反正我们两个呢 就是两个在运动方面并不是很擅长的人 那这个冰球运动呢 最近出了一个什么新闻 其实这个新闻是一个非常好的新闻 但是这个新闻能出名 是因为有人把这个运动员给骂出名了 那有一位呢运动员呢 他就是一个冰球运动员 他最近就是因为坚持做自己 而且坚持自己的选择 就被人骂上了头条 那这个运动员呢 他叫做 Ivan Pavlov 不叫Ivan Pavlov 对 就是你会发现 他这个last name 后半截就全都是一样的 字母一直在重复 那他是一个俄罗斯级的 一个运动员 从2016年开始的时候呢 他就跟费城的这个非人队 就签订了合同 那么他在队内的表现呢 也是非常非常好啊 大家看这个照片哈 这小伙看起来 哪像岁数比我小的呀 但是他是1997年生人的 而且呢 他在队内的表现非常非常棒 他有三次赢得了最佳防守球员奖 1997年生人的他 就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哇哦 哇 你不要看他年轻 而且又有很棒的成就哈 他又做了一件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 就是在1月17号 这个礼拜二周二晚上哈 有一个比赛 那他们这个球队呢 他不是效力于这个费城的这个非人队吗 球队就说 说哎 我们这一支球队啊 不仅仅是一支球队啊 我们呢是一支 非常包容的球队 我们爱所有的人 我们非常支持LGBTQ的社群 于是呢今天晚上咱们就来一个骄傲之业 啥叫骄傲之业 就顾名思义嘛对吧 骄傲之业就是庆祝LGBTQ吧 所以呢那这个骄傲之业的名字怎么来的呢 就是会要求什么 说我们要求我们俱乐部里哈 球员 大家都穿上特制的彩虹的LGBTQ的球衣 然后你这个冰球棍呢 这个棍的这个头上啊 你也要缠上彩虹的胶带 所以呢球员们就需要 穿上这样的一身衣服 上场来做热身的训练 但是呢 为啥这个人就出名了呢 因为这个时候他就缺席了 他就主动说 不好意思 我是有信仰的人 我是一名东正教徒 你们弄这个东西啊 跟我这个信仰是完全的不符合呀 所以呢 他为了避免穿这个衣服 他避免拿这个球棍 热身训练 他就没去 但是呢 他没去 热身训练结束了之后 就是正常比赛嘛 正规比赛他去了 那当时正规比赛的这个衣服 就不是那套衣服了 就换成正规比赛普通的衣服了 然后那个球棍也换成普通的球棍了 就不需要缠那些彩虹的那些东西 所以他去了正规的比赛 但是之前的这个热身训练 因为要穿那些 他就拒绝了没有参加 结果就让人把他骂到臭头 我觉得这可以看到两点 第一个就是 左派对于包容的这个 看法有多么的 偏激 对 虚假 对 就是他可以 什么都可以包容 但是就是不能包容基督教 他不能包容任何 不听他话的人 对 就是你说说白了 就你有什么权利 要求所有人都必须要穿你这个衣服 就是我也有我的选择的权利嘛 你们穿我不管 那我选择不穿 对 你为啥不能包容我 像说之前打疫苗也是那个样子 对不对 就是堕胎的时候 这是你的自由 你的自由 每个人的自由 打疫苗 全部给我打 你不打的话 你就是把你的自由放弃吧 对 就是他们的想法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只能有一个东西 然后只有他们说的是对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病态的一个想法 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名东正教徒 还不是说什么天主教 就是我们一般知道你东正教他们就是算是一个很保守的一个 基本上跟天主教有点类似 哦 是吗 对 但是呢 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多雕像 画像比较多 他们的信仰就是很保守的 他们就是不接受LGBTQ的 很多东正教还有天主教攻击Protestant 基督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新教的这个说法 就是你们没有一个底线在那个地方 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一套这个法律 还有一套解释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们每一个都是什么 啊 圣灵跟你们说啊 然后每一个人可以这样子解释圣经啊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他们攻击的方法是这个样子 但是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说你看到这两个宗教 他们对于信仰方面就是比我们还要坚持的 然后他们走歪的几率好像也不是很高 只是很可怕的是万一他们上面走歪了 就像天主教教宗变成一个大左派 然后说同性念很好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话 那就全部走歪了 那很多在这种时候呢 其实你在一个大环境的压力下面 很多人其实你是不肯坚定自己的立场的 就像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好像是个十五六岁的时候 当时我们学校里有一个班里的学生 罢课 那你知道像罢课的话 基本上就是几个人挑头去说 这个老师我们讨厌我们就不上他的课 让学校把他给赶走 所以有几个学生挑头 就说我们要罢这个老师的课 然后就告诉全班同学说 谁也不许来上课 就是你们都不许去上这个舞蹈课 我们就是讨厌这个老师 要把他给赶走 于是呢 很多学生就乖乖的听话 在那一节课的时候 就在宿舍里面 因为他们不敢得罪人或者是什么的 他们也不敢说 我已经交学费了 我为什么不要去上课 对吧 这一节课你要是算下来 那学费是很贵的 那我为什么不去上这个课 没有人敢说 只有一个女孩 就你 不是 这不是我们班 sorry 让你失望了 比我大一届的 我上一届的 就这一个女生 她说 我管你干嘛呢 拿着舞蹈鞋就去了 然后她去的时候 就发现老师一个人 在教室里面等学生 然后老师就看到她来了 然后老师就说 那你怎么敢来呢 你不怕回去之后 他们霸凌你吗 或者是他们 就是孤立你等等了吗 你怎么敢来呢 这个女生就说 他们不上课是他们的事 我交了我的钱 我为什么不来上课 对 那你知道就是 哪怕这种情况下 还不是没有涉及到说 信仰方面的问题 只是一个你交钱不交钱 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问题 那到了工作场所的时候 有人在山东说 我们要包容 我们要什么 我觉得她能敢说 我是懂政教徒 而且我不接受这种东西 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她有可能 你说会不会丢工作呢 人家要是看她不顺眼 人家就说 这个小子怎么到了这个时候 摄像机都在这拍 他怎么就不上来 对吧 人家一问说什么 你又给我搞出来个这个新闻 会不会有可能找她麻烦 其实很多 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是蛮多的 对她不利的 她不在乎 而且说真的 像说通常跟球员签这种东西 正规赛是一定在这个合约里面的 你如果正规赛缺席的话 但是练习赛其实是不一定的 对于这个东正教徒 他愿意去说 我是个东正教徒 我愿意坚持我的信仰 大家看到的时候 是会攻击的 然后就是我们当基督徒的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很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坚定我们的信仰 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单的 世界上是有人跟我们一样 我们也不会妥协 我们也不会退缩 我们不会为了钱 为了名誉 然后为了不被骂 而放弃我们的信仰 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遇到这个样子的情形的时候 就是我们基督徒要硬起来 然后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坚持 坚守我们的信念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样子看到的时候 我们会被攻击 但是我们一定会得到奖赏 而且这个奖赏不是说 我们只有在天堂上才领得到 他的奖赏就是我们更有信心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棒 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新闻 而且我们看到这小孩97年的 对啊 你看他年纪多小 才20多岁 虽然长了一脸大胡子 看着好像比我年纪还大 97年现在几岁 97年现在25、6岁吧 哇 25、6岁 比我25、6岁的时候勇敢多了 强多了 对啊 这小伙多顶个 好 那除了这个基督徒之外呢 我们还有看到另外一个基督徒 就是说呢 在美国有一个超级大的购物中心 叫The Mall of America 翻成中文就叫美国购物中心 那这家购物中心呢 它就位于明尼苏达州的Bloomington 是美国总建筑面积最大的购物中心 也是全世界的第12大商场 在这一个这么大 这么有名的商场里面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在1月7号的时候 有一个男子 身穿Jesus saves 耶稣拯救 这样一个衣服 在商场里面走 结果呢 他却被保安拦住了 而且是被三名保安拦住了 保安把他拦住要干啥 说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项 第一 你马上把你这衣服脱下来 第二 你给我马上离开商场 因为他衣服上写的字的内容 让人感觉到被冒犯了 所以他就必须要选择 保安给出的两项的其中之一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事情 我不会变得要 我不会变得讨论 我不太说 我不会变得讨论 我不会变得讨论 我只是问了 一件事 我只会变得讨论 你想要收拾 先请不回答 你就可以 你讨论 你都没关系 你都没关系 你不回答 先不能在这边 你能不回答 你都没关系 我都没关系 我都没关系 你买了 你应该没关系 我 你会有关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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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是 不安 不安 如果想要这里 需要重来 我们报道 太吵了 就是文化有公司的小法 但是不是公司的公司 许多其自然的公司 所以增添了 所以要不要 但只要是乔标的 那是做公司的公司 我可以用公司的公司 我可以用公司的公司 我会用公司的公司 我以为我去公司的公司 我跟你家里面的公司 我和你家里面的公司 我觉得很厉害 而且对我来说 这个是一个 我们之前没有看到的 对 就是哪有这么直接的事啊 你说很多人讨厌基督徒 或者是很多 怎么怎么样的 都有 但是就没见过这种说 我就是好吗呀 我穿个衣服去逛街 我身上就写了Jesus Saves 结果被人举报 然后就要说把我赶出去 而且我说真的 这个样子的行为 做任其他事情 只要跟耶稣没关的 你都不会怎样 对啊 就像你在街上很多常常什么 车子上面贴的那个 Chad Garvera 就是那个古巴的革命制式 那个共产主义那个 现在去学校或去哪里 你穿个毛泽东 然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都没关系 现在到处走都不会有事情 就谁管你啊 对 但是你有耶稣这两个字 耶稣会救你的话 你就会被 这个样子攻击 而且是无情面的 他可以大胆的这么攻击你 攻击你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你不可以有你的自己的宗教 然后呢 你不可以有你自己的言论自由 你不可以有集会自由 你不可以在公共场合出现 你把你的那个信仰 就丢进去你的这个 closet里面 你的衣柜里面 然后你就在里面待着就好了 你们这些基督徒不要出来 相对来讲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 而且你说他们居然能管到你穿什么 嗯 那他们是不是有权利管你怎么打扮 那那男的现在商场里多少男的 长得奇形怪状的 打一堆环 嘴上涂着口红还穿着高跟鞋 这人他怎么不管管啊 你去那个sephora里面去买化妆品 你看有多少男的涂着蓝眼影 说啊我给你化妆啊 怎么怎么样啊 就这样 对就是这样的话 商场到底有没有权利去管他 那你说作为美国的想法来讲 没权利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只要没有说光着身子到处跑 你就不能把他怎么样嘛 对不对 那他爱穿什么 你不管他打扮穿高跟鞋 他在化口红 这跟你都没有关系 那为什么这个人看起来正正常常的 他穿 只是穿一个很正常的T恤 你就要去管他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之前 新冠肺炎那个时候 一直在讨论的一个东西 就是政府能不能管你穿什么 戴什么 对 那个时候就是口罩嘛 后来就变成政府可以管你 要不要戴口罩 你出门不戴口罩的话 他可以抓你 商场可以举报你 警察可以把你抓起来 只因为你没有戴口罩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像纳粹那个时候 就是规定每一个人在这个 左手这个这样就一定要一个万字棋 不然就是一个犹太的那个大位之心 所以说政府可不可以规定 你穿什么东西 然后戴什么东西来表明身份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就这样的事情 就完全不能给政府来管 但是 政府就是管了 对而且呢 他们这个怎么不谈歧视的问题了呢 对啊 就是你没有吧 如果要是按照他们这些 这个左派的思维来讲 对吧 就是你都管到别人穿什么了 那你怎么不睁眼睛看一看 就是被你们质问 被你们要求要脱掉衣服的这位大哥 他是个黑人的 你看 保安的 你们仨保安的 都是白人的 你看那个视频 商场一堆人站在那边看热闹 一楼二楼三楼 全在那边看热闹 那你说照左派的说法 是不是三个白人 在大庭广众之下 逼一名可怜的黑人脱衣服 要不要就要把他赶出商场 对吧 在这个问题上面 怎么就没有人说种族的问题了 怎么没有烧加油站呢 对不对 怎么没有就是抗疫 然后丢石头呢 怎么就没发生 对 同样是在明尼收他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发生 对 就是跟那个乔治弗洛伊德 发生的事情 都是一个同样一个州 那为什么这个黑人 明显的在被白人迫害 你们怎么就没人管了 因为事实证明 这事跟种族跟肤色 就是一点关系没有 你如果要是一个黑人 你是信耶稣的黑人 他们照样讨厌你 左派的白人照样会骂你 说你是右派 说你是一个披着黑人皮的白人 他们也会这样骂你 所以这个跟你的种族肤色 其实一点都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归根结底 就是一个信仰的关系 你是不是根植于美国的这个精神 你是不是尊重美国的宪法 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他们在意的只是这个 而不是你到底长什么样的 所以整个黑命贵的这个运动 跟黑人白人 其实就是没有关系 他们只是找了一个理由 去推翻这样一个保守的体制而已 只是这个样子 他们只要看到耶稣 他们就讨厌 就算你是左派的教会 他们也讨厌你 只因为耶稣的名字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边不是什么 左派右派 这边不是什么肤色 是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就是耶稣这个人 在被攻击而已 对 就是所有的一切 就是good and evil 对 就是善和恶 就只是这个样子而已 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来讲是一个好事 我们可以看到分界线 就是这么的明显 是 那接下来下面这个新闻 那这个新闻也是 也让我感觉到心里好开心 然后好舒服 好激动的一个新闻 就是有个美国的演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个演员是70年代出生的 80年代开始就开始挺活跃的 好像是美国人 就挺多人心目中还挺老牌的 这种演员 小的时候童年就开始当同性 就开始演戏 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 Kirk Thomas Cameron 就中文就叫做 柯克卡梅隆 那他是一个美国的演员 制片人还有编剧 那最近他怎么样呢 他其实写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本书 他撰写了一本呢 基于圣经真理的 给小孩看的书 叫As You Grow 那这个书里面呢 特别有意思 就是他里面的 从九个角度去写这种书 这个九个角度什么呢 就是圣灵节的九种果子 忍耐恩赐良善等等等等 这九个果子 他写的这个故事 然后让小孩来看 而且里面包括了是 热爱美国这样的思想 然后再加上圣经的观念 所以是非常非常棒 就是让小孩看完 原来美国是自由直立 勇者之家等等等等 这些在他书里面都有写到 那么他也看到说 现在在美国 甚至像我们那天的节目里 也讲到 就是在台湾也开始了 有这种运动 就是变装皇后 给小孩子讲故事 那那些人呢 在占领了图书馆 在图书馆里 给那些小孩讲 男不男女不女的呀 你可以变男的 你也可以变女的呀 就是从小给这些小孩洗脑 说你可以变性 或者是你可以当同性恋的 这样一种东西 那他看到这个呢 他写这本书 他就想怎么样 他就说 你们能占领图书馆 为啥我不能占领图书馆 所以他就开始做 全国的图书馆的巡回演讲 他就是给孩子们讲故事 那当然了 他也是那个 比较老牌的演员嘛 所以很多人一听到说 这个人 要来给孩子讲故事了 那很多人应该 也是冲着他的名气去的 还有就是 他其实还是个 挺出名的基督徒 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讲 他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演员 就是他这个身份 跟他这个信仰是分不开的 大家一听就 基督徒 这样 所以呢 很多家长是非常非常欢迎 他来写书 然后给大家来讲故事的 所以呢 他就开始 他这个团队就开始在全国 就预约嘛 就拍时间嘛 就像巡回演唱会似的吧 就我几月份 几月几号 到哪哪哪哪 哪个城市 然后去哪个图书馆 就这样约 结果呢 他们在预约的过程中 就有超过50家的图书馆 就拒绝他的请求 哇哦 为什么拒绝 因为他讲的这本书 跟耶稣有关系 就单纯只是这样而已 哇哦 图书馆都想吸引人气 对不对 一个大明星来回来讲故事 能吸引人气 谁不欢迎 都欢迎 但是他们拒绝 就是因为他读的这本书 是跟耶稣有关系的 所以他们拒绝他们的请求 而且这50多家图书馆 都是怎么样 都是举办过 变装皇后故事会的 也就是说 他们这些图书馆 你只邀请 变装皇后 可以进来给小孩讲故事 但是你如果要是任何 跟耶稣有关的东西 请你出去 我们不接受 但是呢 不管这些图书馆怎么拒绝 还有很多图书馆是接受的 而且在他这个全国巡回 演讲故事的这个过程中 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发生 就比如说 在印第亚纳波利斯公共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呢 在137年的历史长河当中 这个图书馆里 从来就没有说超过2500人 同时来参加过活动的 这这码事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但是这个人一来呢 他这故事会一开始 打破了137年以来的历史记录 超过2500个人聚集在 这个图书馆里面 家长带着孩子 一起来听故事 那大家会说 是不是他那个地方 是不是挺保守的呀 所以才有可能这么多人 一起来听耶稣的故事 对不对 上个礼拜 他是寻回寻回寻回 还寻回到咱们这来的呢 他到了加州城县的 一个城市 你知道吗 我听过 你听过是不是 就好像还不是说 特别大的一个城市 那天下着大雨 上个礼拜雨下多大 大家可都知道吧 外层的雨都下茂圆了 是不是 你走路一出去 鞋子都会湿 都会进水进去 下那么大的雨 将近1000名的家长 带着孩子 出现在了图书馆里面 听他讲艺术的故事 哇哦 就是让人感觉说 南加州这么左的地方 就是家长 宁可带孩子去 听边庄皇后的故事 其实不是 边庄皇后讲一场故事 他才能吸引多少孩子呀 二三十个不得了了 他一来 下着大雨 一前来个父母 加上孩子 就到了图书馆去听他讲 耶稣的故事 哇哦 而且这是一个很 很振奋人心的事 像说你之前报那个 在LA住的那个 洛杉矶动物 对对 他们可能就是很多家长是 去了LA住 然后刚好有个变装修 对 没有人是特别为了那个变装 不是变装皇后的去看的 但是这1000多个人 就是真的是冲着他去的 对 真的就是为了去看他 然后为了去看这本书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好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保守派的人 要帮助保守派 我们要保守派的人 要支持保守派 我们保守派的人 要推崇保守派 很多人会害怕这件事情 很多人会害怕说 万一我在我的Facebook上面 发了AI news的这个东西的话 万一我老板看到了怎么办 万一我的同事看到了怎么办 或者是我的朋友看到就说 你怎么是这种思想的人 他会不会对我有意见 你这么保守啊 你真的信耶稣耶 他信耶稣好蠢哦 很多人会怕这个样子的东西 但是在这么多的加州 下着大雨 有一千多个家长 带他们的小孩去看 这表示我们加州是有救的 我们加州是有很多保守派的 事实上就是加州 有全国最多保守派的人口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这个样子 今天这几个新冠 让我们看到就是勇气是有感染力的 勇气是会传染的 有一个人站起来的时候 其他的人都会停止腰肢 像我们chat room 那个discord里面 就有一个人就说 我在我的学校 他的学校铁定是一个 蛮左派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在那边就做一个Christian club 然后呢要邀请更多的留学生 还要邀请更多的学生来参加 让他们来认识耶稣 就在那边摆一个布 就让所有的人看见说我是基督徒 Jesus save 这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一件事情 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 那这一次一个好莱坞的演员 好莱坞你也知道 就是一个左到一个不能再左的一个东西 他就敢去做这样的事情 他就敢出一本书来说 我就是爱耶稣 我就觉得说 性别只有一男一女 我就是要讲说圣经里面的九种果子 我就是要讲说神是爱美国的 然后我们要爱神 然后所以才可以拯救美国 我觉得有这个样子的人在我们的身边 是会让我们更有勇气来去做 我们接下来想做的事情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恰恰证明一件事 就是其实人们是需要耶稣的 他们心里面是渴望有这样的东西可以出来的 只不过现在就是没有人在做 就是大家都在寻找 就是有没有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 可以让我带着孩子去听故事 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 让我们可以全家接受这种健康的东西 很多人你说他虽然不信主 那他也一看变中好 他也一看说妈这什么玩意 对吧 他那心里面也会有这种想法 他自己也是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因为神把律法都放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明明就是知道这些东西 对吧 所以大家都是要找一个出口 但是提供者少 对 需求人数很多 提供者少 所以这个时候是什么呢 找着活干了 我们之前还看到说 就是那个有开大会 就是牧师们的大会 开大会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如何寻找宣教和尚 这遍地都是没看着吗 对 就是还用说专门开一个大会去研究这个事吗 我觉得说就是宣教可以有很多种解释 分成很多种啊 就比如说你如果说去到外国 你说去到很贫穷的地方 那些地方的人需要福音 你可以去那边宣教或者等等 那其实在我们本地也是非常非常饥渴的状态 就是你不一定说非得 那如果神给你有呼召说你去国外 那你就去 对吧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本地 我们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家门口一堆活 对不对 你看这些那个家长们冒着大雨 谁下那么大的雨 谁能领孩子出去 他们就愿意去听 他们就是要听 那你说有没有人为了去见明星 那可能有一部分人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的 但是我相信更多的人是想要去听 他写的书内容到底是什么 是如何爱美国 耶稣如何爱美国 我们要如何爱耶稣 里面圣灵节的九种果子到底是什么 我相信很多是这个样子 那孩子去完了也高兴 家长去完了也高兴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做的更好 不管是教会也好 或者是牧师也好 或者是你就是一个团契小组的基督徒 都可以做 我们看到说有牧师故事时间 对吧 这有个演员故事时间 我们也可以整我们的故事时间 是吧 有很多书籍你都可以去讲 比如说你上网一搜 只要是跟信仰有关的这种儿童读物 其实蛮多的 就像上个礼拜 我们做的那个节目 有个就叫Jesus and my gender 我们呢买了这本书 现在这本书还在路上 到的时候我们看看说 这本书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演员写的这本 给小孩写的就是 As you grow 那Jesus and my gender呢 他可能主要讲的就是说 耶稣跟性别 就是摆证小孩性别 男孩女孩等等 让他们在性别性向的方面 可以健康的成长 那As you grow呢 就是可能涉及到很多圣经与国家结合的这些东西 就是你如何爱美国 然后美国是自由之地勇者之家 然后圣灵节的救生果子等等 这个里面都包含 然后还有呢 就是Matt Walsh写这本书 叫做Johnny the Walrus 就是那个海象强迷 对 就是这几本书呢 都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都是非常 就是基于圣经价值观 写出来的书吧 那我相信你如果要是上网去查 还可以查到更多类似的书 所以我们就是先把那个Jesus M 我们先买过来看一看 如果大家要是说 可以 我们就是在local的图书馆 对吧 就可以跟牧师提议一下 教会分几个小组 可以去图书馆里面服饰 那这几个书呢 我觉得都是可以考虑 就是作为教材的 或许这些书都可以成为 儿童主义学的读物 Yeah 比如说你儿童主义学 这个课堂 你分成几个部分 比如前一部分是 先敬拜 然后再那个圣经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读物 就在课堂上 就讲故事 讲给孩子们听 我们还买了一本 就是建造男人那本书吧 对 就是如何建造起男人 不只是就是强壮体魄 强壮体魄 不可能读书 读一些读物 你就变成六六块鸡了 OK 但是你的心智上 你的思想上面 你需要变成一个男人 你需要成为一个男人 所以说我们在discord上面 我买那本书的目的 就是要在discord上面 跟我们这群男人培训班 好男人培训班 一起来读这本书 然后一起来挖掘说 怎么样可以当一个 圣经里面的好男人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圣经里的好男人 多多被建造起来 圣经里的好女人 就省不少事 还有呢 就是我觉得今天 这几个新闻 给我们一些启发 就是说真的不要害怕 坚持自己的信仰 T恤 该穿就穿啊 我就基督徒 我就爱耶稣啊 我就愿意把我爱耶稣 写身上啊 我就愿意穿着出去啊 对吧 在任何场所 在任何地方 做你自己 你根本就不需要说 哎我不敢穿这个衣服出去 我忽忽穿这个衣服出去 怎么怎么样 没有人有任何权利 管你穿什么 对啊 这个是绝对没有人 有任何权利 可以去管的事情 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 只要不要说太裸露 是吧 都OK 而且现在是 你可以穿这样的时候 如果你想当一个叛逆的人 如果你是个年轻人的话 你就穿 耶稣爱你 耶稣拯救 Jesus safe 之前 我上学的时候 我如果穿着那个衣服 然后戴着帽子 上面是有个大麻叶的 老师会说 你把它脱掉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如果说我上面是有什么 有个人在抽烟 在打火机 或者是我有个什么 啤酒的广告 在那个地方 老师会骂我 然后会把我 会 suspend 就是留校查看 或者是 停课这个样子 现在 他随便穿 现在你在那个地方 那种 变态的什么东西 你全部在学校都可以穿 但是有个东西不能穿 就是 耶稣爱你 你如果想要当一个叛逆的人 现在就是你的时候 你可以叛逆的 你可以不用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 你可以做的跟这个世界不一样 你可以做的比这个世界更好 你可以透过你的信仰 在耶稣里面得到自由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 所以朋友们 动动你的小手指 来点开信息栏 往下滑 看到什么呢 基督徒的服装啊 实在实在是太好看了 大家可以去这个网站上面 去购买你心仪的服装 不光有服装 对吧 上面还有一些背包啊 还有一些什么的 都非常棒 而且在平时的生活中 你穿着出去 也是一个非常潮流的人呢 所以当然可以买 对 好 那还有下面一点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虽然讲很多 美国的新闻 但是 不管你在哪里 收看我们的新闻 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生活 你都要快马加鞭的 开始预备 如何教育你的小孩 台湾的朋友们 下一个就是你们了 台湾是有选举嘛 有竞选嘛 对不对 基督徒的朋友们 去参选 那个教育部的什么什么 学校里的什么什么 反正美国这边就叫校董会 那我不知道台湾相应的机构 到底是什么 现在就要有这样的眼光 就基督徒赶快把教育 这个部分给拿下来 不要再等 这是情况不太了解 如果要是说 大家去看一下说 台湾的这个公立学校 已经不行了 或者是 那这样的话呢 就赶快预备再加教育吧 就是教会赶快抓紧时间 去开学校 总而言之 现在就是你要开始教育你的小孩的时候 你不要把你的小孩的教育 交给任何人 虽然我们对这个台湾的这个教育体制方面 没有特别了解 但是你们如果在台湾的话 你们了解呀 所以你们如果知道 什么样的情况即将要到来 那你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 来制定一系列的方案 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要说什么呢 就是基督徒赶快抱团起来 带着教会一起 一起要赶快去做这个事情 不然下一代就是沦陷 就是没啥好说的 就是这么直接的后果 人们都想说 我今年很忙 我今天这 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等 小孩长起来很快的 他们那个思想在脑袋里面 根植也很快的 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 抓紧时间 赶快赶快起来 最后就是 Courage is contagious 勇气是会感染的 你要用站起来来感染你的社区 感染你身边的人 感染你的小孩 让他们站起来当个基督徒 你自己站起来守护你的信仰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就会跟你一起 站起来守护你的信仰 不要放弃你的信仰 而且要坚持下去 要做榜样给你的邻居看 做榜样给你的小孩看 做榜样给这个世界看 让我们整个世界 整个时代一起来翻转 翻转时代是要我们改变我们的领设开始 只有我们才可以真正的翻转时代 而且让我们来感染其他人 让他们跟我们一起翻转时代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有任何的想法 或者是什么 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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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